你真的唱得太差了 音准 音色 音质各方面 很糟糕的一场表演 关你们屁事 当歌手被网红评委当众批评 明星们将做何反应 有人选择当众回怼 那你不会你在家我做事吗 有人甚至还给评委上了一课 怎么觉得有点赌调啊 首歌中间有声调 就是有转调 只有中间那个 就是它一层一层半个音半个音的往上涨 不如就来看看那些明星回怼的名场面 有多爽 余文文在舞台上自弹自唱 却被评委点评唱歌 向小学生被课文 对于我来说 如果说我听一首歌 从头到尾没有声音 那个层次动态的话 我觉得像小学生在背课文 而且还是心不甘情不愿的那种 所以说对于你来说吗 对 尽限于你 黄铃改编自己的代表作样 结果却被评委嫌弃改编的多余 是觉得那个乐剧的部分 其实稍微有点长 还长啊 我本来想唱更长 砍掉一半可能会更好 真的吗 是的 我不这么认为 小的时候听你的歌 你知道你有多出名 对 就是应该说我听你的歌呢 就有点像我的青春回忆 那我怎么称呼你呢 你就娜姐 我就是强姐 就连那英宁静 都要叫姐的张强 却被不知名的评委 点评不懂音乐 当然强姐可不会惯着你 直接质问评委 你是做音乐的吗 其实直到目前 最大的一场演出事故 她是做音乐的吗 她是非常知名的乐评人 那我得问她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唱作人呢 我也写歌啊强姐 但是我并不会敢随随便便的说 我是一个好的原创的唱作人 我就敢说我是 张绍涵 张绍涵王熙合唱的黎明前的黑暗 两人一语一高一滴的完美配合 却被乐评人丁泰生说 他们唱的是土味喊麦 rap不是这样的 hiphop不是这样的 它就是喊麦 土味喊麦 至少说你们两个的合作 又给广场舞 大妈们贡献了一个可选择的可能 声音艺术家们 他们的追求一定是向上突破 而不是向下兼容 我觉得我们应该向下 我们也应该向上 就像花儿一样 向下扎根 向上开花 咱就说王熙这段高情商发言 真是狠狠打评伪的脸呀 那么专业歌手 又是如何评价网红歌的呢 这不最近国内顶尖的金牌制作人张亚东 就迎来了人生最漫长的五分钟 我们从各个平台 选取了一些热门歌曲 我们来听一听 然后点评一下 在三天内播放量破7亿 张亚东老师好像什么都没说 又好像什么都说了 不过还是给网红留了面子 但在天赐的声音节目里 拥有三千五百万粉丝的网红堂义 被评委说的直接破防 这些年在自己提高自己音乐水平上 花费了多少精力 在流量之外 你有没有想过做自己的作品 你应该好好想想 音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 虽然说听感还可以 但评委透露 这已经是修过音的版本了 不修音想必是十分灾难 还是听听原唱兮兮耳朵吧 除了流行歌唱的一般以外 网红们引以为傲的戏腔也被专业歌手吊打 要知道戏腔可不是掐着嗓子唱就行的 跨年晚会上 阿母曾里一开口 让五家坡2021再次火出圈 时隔多年再唱京剧的大清一曾里 搭配专攻老生唱腔的张琪 经验全场不说 网友们都疯狂留言 这戏腔听的我起鸡皮疙瘩了 听起来北梅梅啊 朝山河 我给我送一遥 回丢我 从小 爸妈就对我讲 宝贝 这个黄梅戏可不是这么好唱呗 回旧里浪里一家圆 睡了黄梅城庄圆 曾里和张琪的戏腔翻唱 让不少年轻人理解了国粹的经典 而小潘潘翻唱黄梅戏中的女驸马 却遭拳王吐槽是毁经典 连专业的黄梅戏演员都彻底坐不住了 听说黄梅戏不好唱 回旧里浪里一家圆 睡了黄梅戏中庄圆 中庄圆桌红桃 茅茶风花好啊 好心情啊 不愧风月 欧地歇当你回 一遍一遍 更无比浪淒滴 我就想问一句 周深还有什么是你不会的 当网红翻唱蓝亭去时 听着就缺少韵味 可周深一唱 那是瞬间注入灵魂 一生的了解 我 不管故意我必须到明白 身边一切难遍了千遍 情字破解怎么必都不对 而我独却一生不灵魂 不管风雨我必须到明白 身边一切难遍了千遍 情字破解怎么必都不对 我独却一生了解 我独却一生了解 太少人长庄 心碎的别的 情歌满落落 他长许一许马一火 18年火爆全网的这首赤铃 话题热度高达24亿 不仅无数网红翻唱 也引来国家队歌手的目光 可这一对笔就是全方位无死角调的 网红书的是惨不忍赌啊 哪怕无人知我 海下人走过目间就颜色 海上人长中寻寻的别子 金字奔落不查长许一许 那一火熄不清 寂寞水时空 其实水平差不可怕 可怕的是专业歌手由于主办方的要求 不得不和某些网红合作 那现场简直惨不忍赌 从到你的手中帮你解析 谁是今夜之色的 精彩的可能就是跟平台方的一些艺人合唱 哦 反正我是真唱他是假唱 是 我也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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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 这一出来怎么 怎么这个生涯不一样的 完了你们还得互动又怎么样 你知道有的时候你还怕他忘词 你知道你彩排的时候他老他那句他那个 妹妹拿上来 我就怕别人觉得我也是假唱 对会这样 还得帮他合适 对 对还有合适 他业务这块就是得就得这样 对 就是可难了你知道不 哎呦大平台 大家族们 对对对 全是底下做的全是绑一大哥 毛毛你说的是这样的吗 一背景照亮 一背景月光 唤醒我的向往 温柔的寒窗 于是可以不回头的 一风飞翔 不怕心头有 鱼眼底有霜 我太难了 毛鼻前两天曾在综艺中透露 如今最难的演出 应该就是和这些网红合唱了 这一场更是唱的他生无可恋 能在这种情况下 还能不唱跑调 毛毛确实很厉害了 你觉得这些就够惨了吗 和李玉刚比 之前那几位呀 纪五十小儿科 一个人被六个网红围住 没一个唱在调上 画风更是逐渐离谱 因为我刚好遇见你 留下足迹才美丽 风吹花落泪如雨 因为不想分离 因为刚好遇见你 留下十年的期许 如果再相遇 我想我会记得你 现在网上不是唱功拉胯的网红 就是廉价的口水网红歌 你是不是对华语乐坛的未来迷茫了 别急 职业音乐人和你一样迷茫 各位好 我是高静 因为最近这一两年呢 音乐圈很繁荣 每天都有称败 上前的这个歌在发行 我就想问一下啊 在这个时代下 还有没有能够火超过三个月的歌 有吗 所有的电视台都在做翻唱的歌 你要教我们怎么进步 唯一会进步的就是编曲 只有编曲在进步 只有唱功在进步 音乐 那我们的原创在哪里 今年和去年 十首最热歌曲的和弦 只有三种 非常非常非常按套路 如果你光有套路 没有真实的情感 没有真实你的态度 即使你火 你的寿命也不会很长 不仅是吐槽 有些歌手更是对网红歌 嫌弃的不行 歌手们参加节目 面对节目组准备的歌单 直接表达不喜欢 甚至无歌可唱直接摆烂 其实我还蛮崩溃的 就那个歌单上面有那种 奇形怪状的歌 对你说去晚安 晚安 想对你说去晚安 对你说去晚安 对你说去晚安 晚安 天哪我怎么会这些 就是越来越绝望啊 看到那个歌单 那基本上就是 有很多都是我很抗拒的 这一期白烂了 我要一直说不喜欢 然后这节目能播吗 可以 可以 说实话吧 都不喜欢 可不敢胡说 当然了也有歌手 生活不易被迫卖艺 周杰伦和刘德华 就在各自的演出上被要求表演网红歌 真是再牛的天王 也得向资本低头啊 我只想问一句 如今这个时代还有经典吗 我只想听你唱蜇猫叫 蜇猫叫 蜇猫叫 我会一起蜇猫叫 一起喵喵喵喵喵 在梦里面下下的叫 蜇猫喵喵喵喵喵喵 我会一起唱蜇猫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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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一起唱蜇猫 header 或许华语乐坛不是没有创造好歌的能力 是资本发现抄袭翻唱口水歌就能挣钱的时候 根本就不会花费更大的力气去做所谓的原创歌曲了 你们觉得呢